- 嗨,大家好,我是一口 - 大家好,我是一太太 - 这么美的环境,大家都猜到我在哪里了 - 就是The Secret Garden Cafe - 也是带了很多好朋友啦 - 我们的... - 很多家,美燕啊,彤彤啊 - 还有一些VIP都在这里,赏灯 - 好处是因为这里人不多 - 我们差不多是等于报场的 - 所以这段期间在这边很安全又很舒服 - 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都PM我们 - 除了宝石灯之后,他们的眼睛很sharp - 他们就为我们挂在墙面的是什么 - 上次我已经讲了啦 - 可能上次的挂的话,我们没有很... - 没有拍很多 - 没有很deep的介绍到 - 所以我们背后这些就是宝石 - 他们可以拿来做future wall啊 - 有些偷光,有些不偷光 - 有些就是他们特地打造出来的宝石画 - 一拨着切片小小片的做一些点椎在你的空间 - 就显然大气大方了 - 好像这一副其实是两块天然石 - 拼在一起 - 然后它有龙头的那个影像 - 这个就是它的蟲 - 然后这个眼睛 - 然后鼻子 -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些蟲蟲 - 话不多说,现在我们一副副的去看宝石画 - 好,Let's go - 其中一个我喜欢宝石灯 - 就是它可以调光调地 - 来看看啊,你看 - 相机里面会爆啦 - 但是我们用肉眼来看呢 - 还是看到它里面的纹路 - 不一样也是很美丽啦 - 大家上次慢慢调按它,你看 - 我觉得这个是镜头可以看到最美的时候 - 就是这种 - 哇哦 - 哇 - 美到真的是真的一样 - 很生动 - 这个宝石叫做秀玉 - 调暗一点 - 再调暗一点 - OK - 应该看得到吧 - 也看到那种纹路 - 这两个猫头鹰也有故事哦 - 这两个就代表了 - 两夫和夫妻的关系良好 - 你看 - 这幅画叫做发头与云 - 除了有动物植物宝石画之外 - 还有我身后这幅就是跟着皮卡索的作品 - 用宝石打造出来 - 还有一幅像名画致敬的 - 就是这幅啦 - 这幅就是这里的正殿之宝啦 - 这幅和刚才那些都不一样 - 这是用马萨克的方式来打造的 - 而且这一幅不用从后面打造 - 和刚才的工艺不一样 - 强调的是立体感、层次感和动感 - 利用宝石的天然色调 - 要把整个画做出这么的生动 - 就是要看他们的功夫和工艺 - 你看你看 - 他的胡须啊 - 衣服的深浅度啊 - 还有这种台面的座布 - 连脚趾都非常的讲究 - 单单这一幅画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去打造 - 具有极竿的美术欣赏还有收藏价值 - 近看就知道有宝石对切而成了 - 非常的精致 - 还有一系列以蛇生肖为主题的宝石画 - 还有一系列以蛇生肖为主题的宝石画 - 这个是什么蛇生肖 - 这两个罢了吗 - 没有讲这个吗 - 有蛇生肖有小鸟的吗 - 这是兔子 - 老虎 - 鸡 - 羊 - 还可以为你的兔子打造成艺术品 - 非常地兔子 - 可能我拍影片你们看不清楚 - 其实有些地方是flat的 - 有些地方是3D的 - 很有层次感 - 还有立体感 - 非常有心思 - 看完了吗 - 好不好看 - 好看 - 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体验 - 所以说这里的每一颗宝石 - 其实都是由千万年的地层形成的 - 而且做成这样的艺术品 - 都是这些艺术家的捷径作品和创作 - 所以说这里的每一幅宝石画 - 都可以是你家里的装饰品 - 还有收藏的宝物 - 好了我们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- 如果喜欢就like and share - 别忘记得我们的Facebook和新转的小说 -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- 零零一过一 - 下次再见 - 拜拜 - 拜拜